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星圖第四周的一個比賽 是今天主播 Osiris 我是阿比那一首 那我們這邊星圖的這個比賽 終於來到了第四周 今天邀請到的台灣選手呢 就是我們 終於 中國戰略聯賽終於開虎的Rex 我們讓他來延續那個氣勢 看看今天能不能也成為台灣選手的第一個開虎 對當然是可以贏是最好 那我們這邊邀請到的好多選手 不得了啊 曾經名正義方的一個神族總統 M.C 曾經的世界上最強的神族 雖然大概是 如果星海歷史還算大概是白二季那個時候 就是自由之意那個時期 比詩哥晚一點 那應該已經是那個就是應該已經是清末民初的時候 對因為其實這個大概就是在當初那個MVP跟Nasty 在稱霸 那那個時候神主就是 他那時候在打的時候幾年啊 11年吧 只有11年吧 應該是11年吧 那時候我幾歲啊 我想一下 那時候我12歲喔 我還沒12歲 我那個鼓小帶還沒畢業 這個人就已經拿世界冠軍了 對喔那然後中間有一段時間 M.C他是退役 那後來又回來打 所以 他有一段時間跑去當Low的教練 對 不過 M.C自從回來之後啊 因為那個時候的PVZ主流是VS開 那M.C其實他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這一次回來其實也把VR開的一個打法從 帶回了 讓現在神族 從以前都只能走VR線線 都只能走VS線現在可以走VR線 對那一切都是因為 M.C的一個回歸啊 好 那我們這邊 再馬上就準備要開始 那今天的比賽的話呢 我們打的是一個BO9 就是先取得5分就結獲勝 那現在雙方對戰的第一張地圖 來到的是國王海灣 在地圖右下方藍色的神族選手 是ROOT戰隊的M.C 這M.C很神奇 對我剛剛聽說好像說什麼 GSO第一屆的時候他不進了32強嗎 對 他進了32強之後 他就突然說他就當兵 然後欠了ROOT之後他又不當了 遊戲 遊戲 所以他還沒當兵喔 好像還沒 好像還沒 哇這個 這個感覺他文藝槍應該有點年紀了吧 他應該可以免疫吧 好那在地圖左上方紅色的蟲族選手 都是我們台灣的重亡 軍L Green Win戰隊的RED 對也是台灣非常有重量的一名選手 我相信今天REDs對打M.C 還是有點勝算的 因為畢竟parting擅長走VR開嘛 然後REDs天天跟parting練習 那理論上REDs打VR開應該也不會太差 然後我還是 我不會 我並不覺得M.C.E.有比parting強得很 所以 我相信我們今天的REDs是有實力的 對 因為其實就操作來講的話 以前的M.C.E.我們不敢 可是 現在來講 parting絕對是來的 不過說到parting 他其實parting也是比較早 可是parting時間比較晚吧 比較晚一點 他 我記得parting當初最紅的是他的三部 他那個時候 號稱自己的三部球 任何處都打 最後就蹦一個暴雪加年華的冠軍了 對 2012年 那三部球打了 他打SAN就只用了一招 就把SAN3比0 同一招喔 對 然後這邊 M.C.這張組他選擇水晶探路 我就不太懂 因為張組其實 開場拉都不一定擋得到礦了 何況是水晶探路 張組水晶探路只有一個用意就是 很穩 超級穩 看12D 但是你看12D冰銀探也可以放12D 因為張組很大 所以 其實張組沒有水晶探的道理 我不太懂他這張組會怎麼選擇 然後這邊M.C.上來先走一個B.S線 先跟Race正常打一下 試試乘射 對 因為畢竟BO9嘛 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所以 先探一下你的實力大概在什麼 然後他第一個教室 喔 這麼晚才出門 因為正常來講 如果你第一個教室 你那麼晚的話 通常都不出門 因為 你出門也沒什麼用 你過去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對 你正常用馬就一開始就去 不然就別去了 因為如果你留下來的好處 就是對方如果是要抓你教室出門 然後異化蟲穿過來的話 那你如果不出門 那你如果不出門 本來原本就家裡就一隻馬 你現在有兩隻 你就會擋得很輕鬆 對 那既然這邊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直接出去嘛 一隻教室直接出去 這個也是大家比較慘的 對 而且他的教室再不走 就不用走了 狗術就好了 因為Race這本來是一個很穩的 三分半狗術 所以 這三分半狗術的話 MC的教室不可能是要的東西 他現在要趕快跑 不然教室在這邊跑不掉 四隻狗是可以解決死教室 可以 然後這邊Race還在看 他在想這個人到底幹嘛 但他也下了一個包子爬了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Race的細節 就是 蟲族 要守這種 喔 Race好像要蟲動了 蟲叫蟲動一波 就是 蟲族守 VS開的細節 對不對 就是三礦如果說比較慢的話 那你就是 三礦這邊先不用管 然後呢 二礦兩個女王族 換一個防空 這是現在最科學的一個手法 對 因為這邊我們前提是建立在三礦碗 三礦碗的情況下三礦幾乎不太不錯 這個農民兩隻一隻 啊 還行還行 變了一個派發 來操作 哎呀 這個可惜了 可惜吃了兩隻 但是 那只要蟲動一波了 現在看MC什麼時候有察覺跟什麼時候反應 我跟你講這雙VS 就是 看到我絕對不一定成功 哇 這個蟲動一波就是最克雙VS的打法 對 沒錯 主要是蟲動這版本加強之後 就很難解決這東西 而且這東西是 上來直接 上來直接 一直疊一直疊 而且這邊你們 可以看一下Race的細節 你看他狗一直有在尋 所以神族飛出來什麼東西 其他都是知道的 對沒有錯 就是 從小地圖上可以看到Rex的這個 而且 這邊翼化蟲用巡邏跟站在原地 是完全不一樣 巡邏你的視野可以加寬 那翼化蟲的移動速度這麼快 不太可能在你剛好走到旁邊的時候 鳳凰剛好走過去 這個MC的流程 真的很奇怪 因為 正常來講 鳳凰 假如說我出了 兩個先知我就不太會再走雙VS 他走好兩個先知就走雙VS 情況下 他在家裡補了四個兵營 他可能是知道Rex剛剛原本想要 幹嘛嗎 他是知道Rex前面有二本嗎 他也沒看到 他什麼都沒看到 為什麼他會再走 對 這邊Rex在煎草 從飛進去了 來戳 戳一下 不過Rex這一場 是不是沒有走蟲洞 沒有沒有走蟲洞 他改成一個一攻 他改成一個一攻蟑螂 但現在很尷尬 尷尬一點是在於說 你現在是暴蟑螂 對面是暴蟲洞 太黑長龜了 這個大量鳳凰出來 Rex這邊看到 不過也不能張蟑螂 趕緊每個礦區再補包子趴青蟲 哇這個主礦 感覺 沒有補到 而且Rex大量的後蟲是放在三礦 所以如果這些鳳凰直接硬充主礦 Rex的攻兵會死 這個主礦很危險 最後一隻女王 那應該要被殺一波了 對這邊後蟲只有一隻 而且包子趴硬充才一個而已 Rex有操作 他有操作包子趴去點鳳 點殘血了 不過這邊MC 沒有說特別的執著 主要在那邊多挺 主要他的鳳凰也出的不多 而且他出的鳳凰聲音也真的很奇怪 你看他現在 他家裡 很很慫的在防守 Rex其實要退招 但其實Rex根本就沒有退招 你看Rex已經75個農民了 所以MC現在你看他的科技線 整個是落後對面很多了 對面已經跳刺蛇了 他兩個VR才剛下 BMV才剛下 然後對面三個防空都有了 重帶連起來了 這鳳凰打不到東西啦 這鳳凰太慢了 我覺得MC這套流程 很神奇 但是看起來沒有什麼奇效 是達到了出奇不易的效果 可是並沒有賺 對就沒有賺 他沒有打到他在打的東西 這邊很聰明喔 上來直接自武礦下去 因為這種雙VS的話 他的地面通常都會比較少 所以他沒辦法壓制你的情況下 你可以無限的暗龍跟異名擴張 你只要保證不要死龍就好了 因為其實鳳凰拿基地沒轍啊 你就兩個礦聯開 而且鳳凰其實算是很貴的單位喔 他150 所以雙VS出鳳凰情況底下 神族這邊通常會有什麼 不錯 然後這邊神族 你看神族這邊 他現在才在提 一弓跟角速 然後兩邊他還沒有閃電 重族現在已經是 85個農了 然後呢 9個蟑螂在按 然後呢一弓狗生 準備要轉型一個刺蛇 可能轉型一個什麼 雙噴狗毒爆了 等一下MC推出來 可能會被Rex直接 直接平克回去喔 欸欸欸 有喔 沒有 後面要有刺手 沒有刺的打過這一招 單就這5隻後蟲 打不贏那一拖 那個鳳凰 更別提下面還有 還有旁邊還有兩隻尖針 我沒有提到的後蟲 沒錯然後Rex這邊 也直接上來跳三本了 反正現在Rex其他項要做的事情 就是等對面打一波 對面不打一波 他就輸了 現在MC要趕快找機會 去推一個time 他這VTE好 就要去核白球 然後往前推了 不然的話 再拖下去 Rex已經偷到爆了 Rex現在79輪龍 科技全開在打 因為Rex不要自己的優勢喔 無論是科技或是經濟上 都是一個優勢 所以他不急著打 對他不用打喔 Rex就乖乖的把那個礦區 就是從他鋪出去 礦區繼續開 然後開始在家裡 轉型一些就是 什麼三本兵種啊 或者是鋼彈蟲這種東西 對面會很難解決 Rex現在只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重來太慢 九分半喔 才鋪到中場 其實中場才那一顆 然後這邊 Rex看來要來個長期抗戰 他是不是想搞我 我剛從GSO回來 快體力佈置了 他先來 包子爬起來 要準備來個長期抗戰 對 你這邊利用自己的鳳凰 再加減專業工兵喔 不過其實這個時候 你在殺這些人工兵的時候 這時候殺這些農民就沒有用喔 從這時候的農民 就是一流卵的事情 所以你要有辦法 是打贏從多正面 三根弟子 殺在一個巨型螺旋塔 這鳳凰有看到巨型螺旋塔 你看神竹現在已經 的衝突已經在出大樓了 神竹現在 還在 爆不朽 這就很明顯是沒感覺喔 主要是他沒想到Rex的營運這麼快 Rex的營運簡直就已經 刷到飛機 對 這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 他什麼東西都是雙生的 你乾脆在下一個BV 你在下一個BV嗎 三根怎麼樣 三根攻防 對啊 好 MC這一波 我跟你講這一波 推幅起來就雞雞了 但這波 很有機會推下來 現在Rex是 兩邊都是兩百人口 然後 Rex這邊呢 有一半的人口 是在這個 補華上面 有些人口在補華上面 所以現在是有機會推平的 閃電場就閃電了 這波其實很尷尬 因為這波推過來的時候 Rex的巨型螺旋槍 是快好 但還是好 對 美好喔 大龍脫不脫出來 脫出來就贏了 但是 感覺不一定脫出來吧 毒爆蟲 上來 喔 有招到少衛 對 再刷一排 再刷一排 攻起來 大龍 再給他 1秒 10秒 有點 來 太醜了 哇 Rex 是 真的是一個大優 大優被MC抓了一波 開明點 我覺得主要是 Rex上來爆這個雙分吧 我覺得他 後面爆這個雙分 其實早就可以送掉 全部轉型成 刺蛇狗毒爆 而且 我覺得他應該 就是 呃 你刺狗毒爆先做到兩百 對不對 你先去用 你的二攻狗之後的 就是你一個毒爆可以換一礦農民這件事情 然後你先去滾他農民 你要讓神主有壓力 然後滾一滾之後 你再趁機把你的大龍轉出來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我覺得他這種 直接在家裡開始傻憋了 其實MC其實也挺好的啦 MC早晚個10秒就再見了 對沒錯 真的是剛剛好 尤其是MC那一波壓上來的時候 其實Rex 之前感受到壓力 所以把部隊刷滿兩百 對啊 而且他巨型螺旋塔 好的瞬間沒有辦法變大龍 對啊 那時候Rex也很尷尬 就是他到底那個時候變大龍 還是 還是應該要 再摔一滾 但以上帝視角來看啊 他剛剛那個時候最後的選擇應該是 把那個礦放了 然後在山礦上面變大龍 反正大龍出來就可以 就能繼續打 對沒錯 當然這是上帝視角來 對啊 但其實實際上來講 主要是 哎呀我覺得說MC這波Timing點推的 合意啊 對 可以說是 這個Timing點可以說是 MC的一個獲勝最完美的 就運氣不錯 對真的 兩百人口推一波 剛好對面在轉大龍 而且轉還不是說那一種 巨型螺旋塔剛變 十幾次那種 對如果說他推的時候 巨型螺旋塔剛變 那Rex不會猶豫 就是他不會猶豫說 我要等大龍 他一定會說 那我先把這一波省 那波就讓Rex會很猶豫 到底我要變兵還是變大龍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變大龍 好了 兵一點用都沒有 真的是被NCE打到人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REX對上MV的第二回合 在新生衝突點 在地圖左下方藍色的神族選手 是Root Z 地圖右上方的神族選手 都是GNLGW戰隊的RAP 好這盤MC看起來目前是 不偵查 他的打法真的是非常飄移 他不太像一些就像States那種 比較穩著穩打人 他打得很有技的理解 打得很飄很難抓 但通常這種打法都會有一定的風險 就例如說 假如今天 對面 剛好是打什麼東西 很克尼 例如說像這盤 他都不爭塔 Rex12D他直接爆炸 他可能覺得Rex是好人 所以不會放12D 這種其實變成很堵 雖然對方摸不透你 可是你會背負一定程度 尤其是在選擇比較多的 對面是一個 對不對 公子 硬要12D 對不對 硬要12D 就像今天那個Impact 打那個Hero 上來12D就算了12D速斗 我跟你講 下一盤慢走不送 打都不用打 現在其實說真的 你重組打神組12D 基本上就是會爆炸 現在不太會 不打 現在不太會打12D啦 因為那個 神組現在通常都會爭塔重組 而且 因為現在重組有個開局是 他是 兩隻農民在採瓦 他的狗數會慢30秒 那從這種判斷 你就可以知道我前面能不能偷了 所以其實現在神組普遍都一定會去偵察 因為不偵察的話 你就不知道對面到底是 很偷的刪開 還是不偷的刪開 還是他要大招你 所以現在偵察的 願意偵察的人會越來越多 跟上版本不一樣 上版本還沒有兩棄的 沒有兩個農民採棄那時候 大家都會認為說 阿你就二選一馬 大招或是正常啦 那我只要你不大招我就贏 那現在我有三分之二的機率是 我可能賭不中的 所以現在大家會選擇願意偵察 簡單的說也是求我 就是自己要在可以偷的範圍 也盡可能 對啊就我啊至少要不辦法判斷 對沒錯 那這場MC的這個開局 其實也是比較少神族會用的 他是先生了一隻追獵 後面再採取一下 那我覺得他後面要直接先制吧 他這種事要速先制 就是上來封你第一個王蟲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細節 都是第一個王蟲放在門口 那如果你第一個出追獵 他可能這時候會想的 喔你是VR開 或是什麼 然後在你後面騎四個很快的先制 所以 你這個先制就有機會出到東西 但是 他今天這樣打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Race的王蟲細節是什麼 第一隻當神風特攻隊在用 拿進來自殺的人 那你就很尷尬了 你會被看到又出了一隻追獵 然後你還要擔心對面要不要一波 對 因為沒有教室 你沒有辦法用幻影進去偵探 幻影進去偵探 我只能說MC的打法都很土 對 有風險 重巢群受到攻擊 他應該要強他這隻女龍吧 看起來就是有 他這隻有殺龍 對 點 欸 欸 他你要殺龍 三隻 五隻 應該五隻吧 對他兩隻分開點 哦 五隻 所以他剛最後是點 超賺 而且我跟你講 等下這兩個先知 哇 六隻 怎麼又有 然後現在MC 兩個先知了 看他這兩個先知什麼時候動作吧 有一隻沒能量 然後這邊是 家裡是一個VR士兵營 還沒下VC 感覺像是要打不休一波 看起來現在打不休一波 因為如果是以前我們比較常見的 VS後面轉頭球的話 應該VC早就要下來 甚至是攻速教師 也很高興 我覺得你至少你 你投球一定要有VC嘛 你連VC都沒有那一定是 你要搞什麼事情 但現在還猜不出來 哦 直接補稍微跟不修正 好到現在還在 好到現在還在 但他只有四個兵營 他現在到底是要三開還是 好到這補 四個兵營 所以他是個超慢又很神奇的八兵營 對 這邊後面是要接一波 所以這樣聽起來感覺MC 他的一些流程 雖然有自己的一套見解 可是 timing在跟現在最好的一個流程比起來 他這樣打就有好處 他這樣打就有好處 他這樣打得好 他就是世界第一 因為全世界就是他在用 他現在最好的流程 打不好 你就是消化 有正規流程 打不好就是世紀消化 好好的東西不用 用這種鬼東西對不對 用這個一看就是要timing完 他要timing完啊 有問題啊 他這個第一個出追戀對不對 當然 如果今天對面是個什麼 蟑螂一波 或是什麼 爆狗一波 哇 慢走不送 直接上路 MC現在要打一個超級慢的兩不休一波 六分鐘兩不休一波 Rex是連二本都沒有生 已經在爆蟑螂狗了 看Rex什麼時候發生這不休走出來 我覺得這波應該打不下吧 這波看起來就有點廢 喔Rex這個一化蟲 看到了 看到這麼多鬼東西應該有感覺了吧 蟑螂 再來第二隻一化蟲 到了 火蟑螂也有了 蟑螂也有了 蟑螂也出去了 蟑螂也出去了 現在Rex是四氣擋這一招 喔六分半 這個先知進來先 多久也中 欸欸 你要上去 你確定你要上去 重來了 啊 這邊 這邊 還行這樣可以 換炮了一波立場這樣賺 這樣賺 而且一化蟲也沒有損太多又跑掉 好 再 場下吧 神不是打得下嗎 這要神立場喔 哇 Rex怎麼會被隔了 欸 你也夠了欸 第二層 再三隻結尾獸 那狗怎麼又變不見啦 他剛剛那個狗 我跟你講 只要 衝上來 找贏了 好啦還是贏了 看來還是贏 雖然很驚險 欸 欸 等一下 唉唷 這兩隻先知 無雙囉 喔 來看一下 Rex還有十隻的 張藍牙 甩一下甩一下 操作一下 現在其實神毒這個部隊也很虛的喔 現在 你兵就是不要被分開吃就好 然後你要趕快把你的兵聚在一坨 但重點像有個心機被鋼裂了 喔 來看一下 這邊 Rex剩下的三隻結尾獸 這隻手作這手作 我只能說 剛剛Rex那一群狗 全部跑不見 我真的是 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從側翼走 我以為他是要等那個MC上的時候 從左側包 對我以為他是要從左邊包 但他跑太遠了 你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溜到哪裡去 然後甚至是自己的結尾獸 快死光了 狗才回來 迷路的小狗 過MC現在的部隊 所以感覺真的是不太有機會 因為剩一隻不熟成 他這個不會贏的喔 他這個就是追獵 XX還是什麼都沒科技的 連攻防都沒有 這個組合絕對不會輸的喔 Rex這邊一波一化蟲 通了出去 從地圖中間折了回來 我看Rex都想包 但是他包的時機都不太好 就是部隊的協同沒有很高 對我現在部隊協同 協同做的不是特別好 所以一直打得很有懸念 如果這個是給一些 現在比較強的韓國重新生物 那些納魯克阿 有什麼impact阿 估計第一波就結束了 因為MC這一波看起來 根本不是很強 對這邊看起來應該是 欸 欸 欸 你可以這樣打嗎 你可以這樣打嗎 解尾獸 解尾獸沒有東西幫你扛 你就解尾獸直接在那邊打這樣 他太自信了喔 他這個需要抖喔 喔 這個三十體力稍微隔開的狂戰士 跟無界主力部隊喔 喔喔 Rex丟出了三框的弓兵 Rex現在只要在重胎上 我跟你講 他只要不要離開重胎 他只要對面上重胎就給他開 他就會贏 他只要不要衝出去送就好了 他剛就衝出去送了 不過這邊砸掉冷靜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喔 對 守住這波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 砸掉冷靜之後 這個兵就不會再增加了 只能說有點驚險 不過MC這邊後面又要再接冷靜過來喔 哇 這一波 這難不及了啦 主要是你的兵力是接不上的 你看 Rex現在就算衝出衝出來打贏你 這一追列等一下走都不要走 好這邊 直接吃光 好啊 佔兩隻追列 這個不用撐了吧 你來堅持什麼 沈左還在堅持 現在60人口打100人口 對 工兵也輸礦術也輸 兵力也輸 然後Rex大部隊直接頂上來 然後現在在 MC家門口 基本上 這邊打到這裡 神族應該都沒什麼機會啦 沒什麼機會 現在寵族就把蟑螂全變火蟑螂 然後 沒氣暗狗 有氣再愛心的蟑螂 變更多的火蟑螂 對 他連龍都不用補了 因為神族沒有任何科技 可是他 他是邊一起是不是啊 那火蟑螂 把門口進入 好好蹭了不就好了 為什麼要一直 讓他剛剛 狗跑去送 好啦 衝開囉 衝進去 好 衝上去大量易化蟑螂 直接往裡面包 這台也可以喔 要操作 神族陣頭是不可能打得過重瓶 這你的操作真的很厲害 他操作真的 控的有光好這人就是 這邊最後部隊全部往前衝 MC剩下兩隻不朽 靠人進來操作 可是這個部隊量相差有點大 然後這一部集隊 MC最後打出了聚聚 恭喜Rex搬回一城 雙方1比1平手 這場的話應該就是 MC打到這個戰術的進攻的timing 真的是非常神奇 他兩盤都打得很神奇 對 那加上Rex這邊其實也是 在偵察上也是很大位 就是異化蟲看到對方的部隊組 發現他對方 看的都看到了啦 人家守住就沒什麼問題了 而且Rex也是那種慢惡本的 他不是那種快惡本的 所以他經濟比那種慢惡本好很多 規則是可以重複選途嗎 規則上可以重複選 他們準備會打一次新車 好像每張康恩可以打兩 我可以打兩隻是不是 因為BO9嘛 我們現在的天梯圖 我一直以為 通常這種BO9不都是 上來先把七上圖都先打一輪 第二輪再說嗎 我印象中也是這樣 他們後來好像變成說 不要緊張台灣賽制 毒不全球 又不第一天的事情 各遊戲都是這個樣子 好 現在來到了Rex對上MC的第三回合 地圖重回到新生衝突點 在地圖右上方 藍色的神族選手 是Root戰的MC 地圖左下方 紅色的神族選手 是GIN AIR戰隊的RAP 這盤看 你看MC這盤就換水晶針塔 這盤這個水晶針塔就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等一下過去是 水晶針塔是不是走得有點麻 那 他這個是擋不到礦的那種 他這種也是偵察而已 因為重塗的正常裸的時間 大概就是47秒48秒 如果你48秒前 你不能走到的話 那你乾脆就別水晶針塔 反正你過來也沒有什麼用 而且你12E看到的速度也差不多 就是你跟你兵營看到的E不會差太遠 臨時反應只要有做到的話 都是 對對對 這邊的話 我在想MC刻意再選這樣 就是要證明說我這一場要贏 他證明剛剛你贏只是運氣 呵呵 今天哥來教你怎麼贏 喔 修起來 喔 BGPF喔 他這樣子 是不是看不起我們家Race 我們可是雙炮賽區出來的 你叫修修起來嗎 一個兩個 他應該上面還要再三根水晶吧 他這個兩根水晶躲起來嗎 像Race是怎樣 Race現在是在想說 我覺得Race現在心裡應該想的是 所以我現在到底是要擋你還是不要擋你 感覺好像不擋你也可以 不愧是MZ喔 連放個光炮都這麼起 都這麼嚇怕 下兩個光炮 然後我們來看看Race怎麼手 喔 喔 這邊Race直接去選擇開外面的基地了 然後家裡應該是 等一下出火張了 對對對出火張了 然後這個重胎喔 我跟你講 這個重胎呢 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有這個重胎對不對 你看他VR就很難直接點在前面 但是他VR可以點下面 他可以點瓦斯場後面啊 MP這個神奇的位置 對他那個光炮左邊有一塊空間喔 這邊是很棒的 而且我覺得剛剛Race 水晶下方都可以 第一時間拉全部的濃下來不就好了 因為其實 MC這個點位 你看他這邊一個光炮嘛 上面意思就是說 這個點位叫三根水晶的 剛剛MC是點下面兩顆 上面什麼都沒點 那如果Race全拉 他一定要被迫點三根嘛 他就沒請點這個光炮啦 對 因為在放的那個瞬間 其實那個水晶塔 就變成 MC勢必要先丟完這三個水晶 等下面兩個水晶好 在塞光炮在那個陣子 啊?MC的VR是放家裡的 人家的VR是放在前線 但不朽的 你的VR是放家裡的 那這樣子的MC虧爆啦 MC現在變成的畫面是什麼 他是一個單礦 單礦VR開 然後 蟲族是一個正常的 就是蟑螂開二礦 然後神主要現在還沒二礦 我的天啊 而且MC這邊為了打這個 打這個二礦喔 兩個還可以 他去投資了你看 450加200 大家 對對對 修學老師教得好 650 650塊 換掉人家一個300塊 然後 然後 換掉一個350 加一個農民 對不對 哇 回報啦 回報啦 而且你先放這樣 你家裡為了防守 他在家門口也有塞光炮喔 所以導致自己的二礦都開不起來 等一下 回去 瑞子現在就爆火蟑螂就好啦 等一下就火蟑螂上來 把這個砸一砸 這個惡礦又是一個新的惡礦 對不對 喔 他在前面點電池 哇 直接被看到 這個水晶頭被看到 我跟妳講 像這種點電池這種東西 對不對 是 一開始電池剛出來才會做這件事情 現在不會有這件事情 哇 瑞子估計心裡想說 蛤 你這個不熟怎麼是從那麼遠的地方走過來的 他現在滿腦子 滿腦子心在想這不熟在哪裡 然後完全覺得超奇怪 這個時候不是應該神族要開啟二礦 然後他變成一個單礦三兵營 VR兩不熟 一哨兵一波 我的天 重點是這個VR是在家裡喔 不是在前線的 可以 你有創造力我欣賞 然後 前進出來 誒 他去空頭不熟者 他去空頭不熟者 偷兩不熟燒了 然後等一下家裡直接一個 哨兵追劣一波 其實瑞子根本就不用補儒阿 他就是按瓶 一直按蟑螂 然後有氣就變火蟑螂 然後蟑螂不夠變火蟑螂 按新的蟑螂來變火蟑螂 還算只要這樣就好了 他有什麼都不用補 我來看一下啊 他有狗掩護正面阿 不然火蟑螂會不會白癡阿大哥 唉呦 哇 這有損失很重阿 剩一隻絕尾獸囉 這就有點虧了 他會不會不打死阿 就被這個人禁不休 不是就是 他算是三隻追劣 但應該打不過這座狗 我剛想的是 如果神主有個什麼 五隻哨兵 帶個什麼兩隻叉 兩個不休 寶寶還真給他打死 他這個追劣 我跟你講瑞斯趕上就有 衝上去就有 他現在需要是勇氣 他需要那一天衝下斜坡的勇氣 他需要那一天衝下斜坡的勇氣 然後那一天就掛了 哼 MC又要兩步就騷擾了 對 直接再上 現在瑞斯心裡 估計想一個畫的fuck 這個到底在幹嘛 MC完全把這個 他這個人禁不休 就不用緊張 狗過來就好了 你什麼蟑螂公 就不用過來 他這個就是過來換你蟑螂 因為他不可能把狗換完 他只能盡量操作 可是他的機動性又不可能有狗快 喔 這是MC最後一波了 最強的一波 對 大部隊都已經刷出來了 然後瑞斯只有三隻火蟑螂 第四隻在變 第四隻變好了 有五隻女王挺在前面 MVC這邊有四個哨兵 有十個追獵 MVC這邊狗很多啊 感覺MVC在找地方開戰 他衝就贏了 勇氣衝下去 喔 馬特馬四隻到位再回來 MC這邊開始操作 不過人禁被點掉 大部隊包上來 再直接打出去 就不恭喜 Rex 來新生衝突點 重新再拿下一勝 2比1的領域 太好了 我欣賞這個節奏 我喜歡 哇 這個MC 這場打了一個人家 看不懂的光炮快攻啊 他的那個光炮 我只能說 關攻面前耍大刀 我們賽區出來的 重組選手 一個比一個會防 台灣 台灣守光炮 絕對實踐哪 我們守光炮 我們守光炮 我們守光炮技術 對不對 我們 對 Rex 我覺得Rex的守光炮 肯定是很有實力的 因為那時候打WCS的時候 他的 對面有一個是 很愛放光炮的人 然後 他上來 那個人只要放光炮 他就死了 在台灣賽區 你不會守光炮 你不可能 你不會守光炮 你根本就見不到這個人 就再見了 這是絕對第一個先決的條件 對台灣選手放光炮 其實成功率有 對是 我相信是絕對是來比較低 你看Rex 剛剛的那個判斷 絕對就是 看一下 這個時間 這個他那個時候想是 他到底是真的在修我 還假的在修我 可是他這個位置修得好爛喔 那他應該不是真的要修我吧 欸 現在是真的修我 那他修了三個光炮 欸我這個2TD 好像給他也不虧吧 那就給他吧 對 其實這樣看起來 Rex 就是我們一開始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Rex 不拖全部的攻 可是我們從結果論這樣看起來 我們發現 Rex這個解法反而 正好克制了 MCE他這個打 就 有說經驗豐富 因為Rex 他沒拖光兵 相對就是他經濟 其實就是掉那個二礦 他沒有什麼損失 沒有什麼損失 然後MCE這邊 還會怕Rex 反打一波 家裡還補光炮 那甚至不開二礦 直接要打一波 打一個單礦VIA一波就送死 對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就給各位帶來第四回合的比賽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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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喔這排MC要來擋礦了 看Race這邊下礦的時間好了 Race這邊是15人口要裸霜 喔15人口裸霜那應該擋不到喔 擋不到擋不到 這種15裸的只有開場拉可以擋不到 像這種水晶炭的過來時間點是擋那種17、18的 可是神族如果開場直接拉弓兵很虧吧 不會啊 如果你上來真的把人家的惡礦擋了你就賺了 因為你要想他後面有一段時間 他的惡礦的農民都要跑到三礦 然後三礦跟主礦從他連接不起來 然後還有很多的就是 然後還有什麼女王的走位啊也不好走 先知之後也好戳啊 教室也好飄啊 所以他是一個可以投資的東西 所以現在神族大多都是水晶爭埃 水晶炭只有一些土可以擋 就像是 像這張土 但是如果蟲族有細節的話 從像瑞這種15裏 他就不怕你水晶炭 他只怕你開場就拉 對 那你在打這張地圖的時候 會刻意開場直接拉嗎 看心情 呵呵呵 看心情跟看對面是誰 有些人就是有些人就是血不管你啊 就是這樣看過的什麼 impact啊 dark那些人就是不信息 那種的你就可以隨心在看 因為他們都是18裏 17、18裏 17裏啊18裏我忘記了 反正就那個時間點 47秒48秒的時候 他們的那時間點都鬆 正常 然後只是現在都主流到16 對 但是如果是像打這種 瑞絲啊 或是一些歐美的衝突 像Lumbo啊 Tero 雷諾這些 他們可能就會有失誤 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你真的想要打他們的礦 你可能就要開場就拉 瑞絲這邊的一化衝突來了 追殺MC在攻擊 順便掩護級的聲音 好這邊MC這盤又是一個VS開局了 但他的VS開局也跟常規不太一樣 所以我現在不能用常理來判斷這個人要幹嘛 我現在只能看他走一步來猜他跳一步要做什麼 兩個叫做前壓 在Race是一個 三分半狗速的 這種理論上壓是壓不太到吧 欸 他兩個叫做6塊 他好像是BGBY哦 就是BY後才開 他是先BY再開POM 所以他這兩個叫做5塊 哦這個 狗 這個這種狗的時候就是 退到後面去讓女王頂前面 因為教室打不死女王 然後狗就是去跟幻影 或者是讓他的教室沒辦法直接在你臉上這樣子 直接往你裡面走這樣子 狗的作用就是賀族 賀族那個神族教室的走位哦 是不用刻意的用狗想要去把教室 你不要去包 因為搶的人不會給你包掉 你只會去送 然後這邊MC下了 三四氣然後補了第二個兵 然後出第二個先知 我看來MC都喜歡第一個先知 要搶時間吧 所以他想要搶那個殘兵點 哦這邊上來先VC 然後三四氣 他是要公宿教室嗎 如果是公宿教室這個也太快吧 咦? 他現在就在採氣 蛤? 下VR? 他是不是要投閃電啊? 看你像是要空投閃電的樣子 因為 你如果是要投白球的話 應該是先VR再VC 先VR再VC 那樣才會是 你的能力到前線值剛好刷四個閃電 刷四個高階 然後合成兩個白球 你這種先VC的 你應該是要投閃電 因為你要去升級閃電要時間點嘛 所以你必須先VC 我跟你講如果是跟NOVA大哥打 你應該不會看到我坐在這裡 我會先去睡覺 今天捐捐結論沒有我的事情 然後我睡起來 他們應該打完第二盤 不是那個嗎 不是應該說今天如果是要播 Supernova的比賽 我們要準備兩到三組嗎 一人播一兩小時 不用準備那麼多 到後來就是 你們自己看 然後我們就把畫面放著 就讓導播去爆肝就好 然後最後導播 就乾脆直接跟Supernova第一次 跟Supernova第一次好 就是他把結衣的Supernova的比 第一次好 就看著他就好 大家也不用去 大家也不用去 去聽講解了 因為應該也沒在聽 他這邊 還不升閃電 他難道只是普通的合白球嗎 那你看他這個流程就有問題嗎 你看正常是什麼 這個時間點人進已經在前線了 然後刷四個閃電 合成兩個白球 同樣的時間點 應該是這個人進在前線 應該是已經在就是 四礦 直線四礦那個位置在刷 你看他現在 才能從家裡走出來 他在流程一定有問題 他今天如果想要這樣打 他一定是先VR在VC 對 其實我之前一直看到的 都是這樣 他這個VC在VR 是兩年前的打法 兩年前升租 上來要什麼 七兵贏八兵贏 就是他要第一時間就有角速 他才會去選擇先VC再VR 但到後來大家都是先VR在VC 已經沒人家先VC再VR了 然後瑞斯這邊一直爆炸 對 是累的齁 瑞斯下52個龍一直爆炸 看起來要打蟑螂一波 瑞斯這邊有留一波的異化蟲 在MC的山礦外面 他想就是兩個白球進去鬧神 順便去穿他的身礦 但是人家的山礦那邊有兵啊 瑞斯這邊也一直在爆 他也沒有生任何科技 目前也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想打蟑螂那樣子 因為他沒補兵 也沒下VF 什麼都沒做 就一直在刷兵 我就不知道這到底在幹嘛 因為其實 在已經常打 現在META 都知道從現在這個時候 你只要這個人進在白球在前線 你就可以看到 這時候神族家裡是要把BF下去 對不對 不然四個兵硬爪就下去了 怎麼會有人一直刷那麼多兵啊 你看他現在刷刷了這個什麼 1 2 3 5 刷這7隻叉子就1.1都沒有 提早先把BG放完 然後開戰的時候再刷 你說守狗也不是這樣守的啊 喔這邊 瑞斯這邊蟑螂一波 頂過來 上來 沒有稍微 但第二隻蟑螂要出來了 欸他那個蟑螂在門口睡啊 他那個門口沒動啊 MC怎麼立場沒格 1 6隻 女王走過來了 女王走過來了 MC部隊已經分開了分開了 對 在外面的只有狂戰士喔 這個少衛是直接送 拿起來拿起來拿起來 UX這一波是帶了後蟑螂喔 喔這個後蟑螂 很懶 這個後蟑螂等一下 不要洗那個小縫啊 好全部往前頂 好 MC這一邊喔 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自己沒有足夠的兵營可以刷掉 欸 欸女王怎麼在散步啊 啊瑞斯後面的兵咧 他怎麼沒兵了 啊這怎麼擋不住啊 這怎麼灌出這麼久啊 照理來講不應該啊 不是啊他剛剛操作就很多蟑螂在那邊 左晃右晃 然後 都沒輸出 然後也沒變火蟑螂 瑞斯這把失誤有點多喔 他那個打的 他這邊操作的失誤好大喔 而且後面感覺又沒有在接兵喔 中間中段了好長一段時間 感覺 瑞斯龍非常有機會的喔 結果現在好像 這就是 他是一路好走了 不行我覺得剛剛瑞斯現在操作失誤巨大 他是巨大操作失誤 才讓NG這個活下來 剛剛只要重塑正常點 整個絕對是大死 因為MC也失誤了 MC的兵也分了兩團 因為其實瑞斯最一開始 那些蟑螂如果全部擠進去 往MC的主礦的話 其實MC會被迫要分滿大量的部隊上 那瑞斯後面的部隊夾上來的話 其實MC正面的部隊是百分 當然啦 MC的兵比平常能多也是個原因 因為MC根本不補兵啊 他就三兵一直刷 他就刷到 他就刷到什麼情況 就是 我刷完這一輪了 我還有報錢了 才去補兵 所以就 打得很奇怪 但是 瑞斯剛內部還是可以打死 但沒打好 現在擠了 兵力上來 可是這一波的攻勢 感覺MC要守起來 難易度就比較低喔 因為MC這邊的部隊已經慢慢成功了 主要是他已經成功了 然後 瑞斯的兵 狗這種東西 現在碰到白球 就是 瞬間消失了 然後不久 蹦這蟑螂又很快 然後火蟑螂又頂不住 插根白球 所以 現在這部隊只會越打越可 所以 目前看起來是沒什麼機會 先把部隊集結起來 先想要解上面這一波 可是下面這一波 有一點大頭上下全輸 可是下面這一波 可是下面這一波 有一點大頭上下全輸 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要打出 恭喜MC要頒平了 比住雙方2比2比2 相信剛剛大家在看那個畫面上 都有看到瑞斯 真的第一波進攻的時候 有一個 那個部隊 左晃右晃 不知道到底在幹嘛 對 然後蟑螂卡住你後面的部隊 然後蟑螂卡自己 然後女王在散步 然後那他女王也沒有去 也沒有攻擊 他女王會點在冷靜 但是對面 但你一開始從那 你不可能追到冷靜 所以他就一直跑 一直跑 然後不久就 蹦蹦蹦 真的在前線有非常大事 不然其實相信大家看前面那個部隊交戰 基本上怎麼看都覺得瑞克斯要贏 只是說操作出現了巨大失誤 希望下一場可以改過 改過還是有機會 因為其實這MC的打法 看來這四盤 感覺不是特別強 只是 有自己的理解 但是感覺不是 沒有 以現代的Meta來講 感覺不會特別有成效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重組玩家的話 你可能又是偵查他的時候 會覺得 看不太懂他在打什麼 但是 如果 打一打他還是報名看 對沒錯 就是你只要不要自亂正角的情況下 你要守住他的那一波進 不會治療的問題 不錯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MC對上Rex的第五回合 目前地圖來到的是位置 雙方2比2比 找地圖左上方紅色的神族選手 是Root 戰鬥MD 在地圖右下方藍色的重組選手 是Gin Air戰鬥Rex 好 這盤Rex就是一個正常 喔 也是一個比較早的羅雙 這就是你看 正常的時間點 4748這個時候 羅人下去 這就是正常的重組羅雙的時間點 所以神豬 如果你想要 擋重組這個惡礦 你要在這個正常的時間點前 走過來 那你就有機會擋得到 不過像有些圖像 這種比較大的圖 基本上你就不用死亡 因為 走過來的時間 不一定點擋得到 然後這邊 而且你擋到後面 你的教室先知 來得速避得比較慢 不會有像剛剛那種 凱羅斯那種 比較近 那種圖可以壓制得那麼兇 這樣 然後這排MC 所以 又有一個不增塔 我的天啊 你可不可以12D教訓一下這個 呵呵呵 我就一直很想要看到這些不增塔的人 然後移到12D 過分 直接送一個小分這樣 上來12D直接慢走不送 是 不常被放招 所以抱著僥倖的心態就說 我就 不增察 對啊 就不怕死 就不怕死 你知道嗎 撐死膽大 餓死膽小 你做了 你就是要拼一個字 拼到就是你 好這邊 走哨拼了 來來來 MC終於要開始 看家本人要拿出來了 他的VR開要拿出來了 喔 他終於不會再走VS開了 那VS開走得讓我看人 頭很痛 因為他VS開的後續感覺 其實VS開的東西已經被 發明的已經 很透徹了 所以 你 就是你 VS開已經是個 大家已經 摸的都已經是 已經沒有辦法再 玩出什麼新花樣了 你知道嗎 他已經 東西都卡太死了 所以長什麼樣子 你如果少了什麼 什麼神點不做什麼事情 你就會顯得很虧 那 VR開的東西呢 看起來就還沒有研發 就還沒有發展得很成熟 所以 現在你VR開打得很生氣 都是會有效果的 因為其實 蟲族這個種族的特性 就是你知道 對方在做什麼時候 你就盡可能在安全範圍內 一直偷 然後先把你的防守 科技攀起來 然後等到 七重呼 對 就等到他那個 等到對方準備要進攻 或者是 你要開始暴兵的期間 再開始暴兵 對 其實衝突難的 就只能在他刷農 刷農的時間點 就你這波 你判斷你能不能刷 強的衝突判斷就會越來越準 然後比較弱的就會判斷不太 就是比較強跟比較弱的差 對 然後這邊 兩 他這人技能叫什麼 兩個追獵 感覺應該是要走一個什麼 四追 他應該是四追去前面青銅牌 投四追 然後家裡轉那個不休 對然後轉一個VR不休一波 應該是 除非他等一下下BFVC 那就會是轉一個攻防不休一波 Rex這邊也爆了一些異化蟲 這個異化蟲 就是要來抓那個 現在遇到這個 VR開了 上來先爆個16條狗 到20條狗 因為第一個人進裡面的 不管他做什麼東西 所以只要你有16條狗到20條狗 都能全部解決 而且他那個東西是打不過這些狗 就是 就是已經衝突都撤出來了 所以大家 打VR開的時候呢 不要緊張 上來看到人進出門 先把你的狗捕到16條到20條 基本上第一個人進來的所有東西 你都能擋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所以比較蟲蟲來講 比較 多東西 這就是蟲蟲一個新的細節而已 對 你看這3個4個隊開始燒了 後面不休一波要來了 對 Rex有看到嗎 剛剛那個蟲蟲感覺是沒有看到那一波 對啊有看到三起 而且我覺得Rex應該有看到 應該也看得出來了 在張圖這麼遠 你這一波打得下嗎 Rex已經開始爆兵插刺了 欸欸 蟲 欸欸 欸 欸 欸第二個了 欸 這個這裡有點誇張喔 欸他已經死了兩個蟲蟲 他剛剛視野到來幹嘛 欸我怎麼可以 莫名其妙 差一點死第二個蟲蟲 不過 對啊 因為地面其實後蟲 將這些狗上去 他的追獵飛走 不可能 不可能待在那裡 但現在Rex有個問題 你看他剛門門口沒有放一條狗 但不知道神族什麼時候出門 神族現在已經出門 神族現在已經出門了 雖然他已經在爆兵 但是他不知道神族會從哪裡來 也不知道神族的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現在還是有點危險 對 因為Rex現在才正要再進去偵查一次而已喔 不過MC的部隊已經頂到臉上了 頂到臉上了 頂到臉上了 先把眼神打開 先拔出來 先拔出來不要緊張 我章狗繼續變喔 有氣變我章狗 沒氣就按狗 擋這種東西就這樣子喔 喔 Rex的這個一化神又衝出來 要包了要包了 拜託你 包得準一點 喔包起來可以 可以 喔這個完美 30T砸下去 砸到上位可以 但是這一波立場切下來 Rex的部隊又被隔開 我跟你講這個狗 對嘛 水準 水準就打出來了嘛 對不對 但是看起來是有點危險 我們先退一步對不對 退一步還過天空 不要緊張 看有沒有奶 看都要把那個殘血火藥拿一下 然後繼續暴兵 這個包的 就很有水準 包的就很好 好 再衝 好 上面有根刺喔 那根地刺的輸出很強喔 好 擋住了擋住了擋住了 這邊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喔 你砸 冷靜掉了 好 擋住了一個贏了 下一個贏了 加一化神接出來 Rex展現這個 展現這一盤的水平 早就5比5 打出了 拒絕 恭喜Rex 3比2 再次取回領先的裡面 其實MC在選擇這個戰術上來講的話 你有什麼 我覺得這張圖打中不久一波就來送死 太遠了 走過去太遠了 不久一波 低點他很卡時間點 他可能慢個10秒走到你 這樣世界會長得不一樣 所以你不太能 你不太能就是 呃 在這種很大的地圖來選擇 打不久一波 而且大地圖 他有個問題 好包 像你看Rex剛剛 那個腳斬陣型 他的部隊整個是 全部是攤開在打 那個輸出就 那個輸出就很恐怖 對沒有錯 那然後MC的部隊要撤也撤不了 後面直接被狗全部包 這邊Rex目前 3米2 距離拿下勝利喔 他兩場 他希望能成為我們星圖的第一個破綻的選手 第一個擊敗外來 那個 外來五種 外來一種 MZ算是吧 他都韓國來的 他難道 他現在跟台灣人有關係嗎 他協同裡面 他是什麼 爸爸的表舅媽 有混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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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也要算台灣人就對了 他有這種事情 好 這邊我們來到 Rex隊長MZ的第六回合 地圖是 再次來到了 凱多斯交會點 上放紅色的 身族選手 是Root 戰隊MZ 地圖右下方 藍色的重組選手 是GINIR GreenWin戰隊的REP Rex這盤就是一個 Rex這盤就是 Rex這盤就是 他是正常要裸裝的時間點 但是 他先藏一下 這樣就 礦 12D喔 現場來看一下 然後Rex的東西就過去蓋了 那這樣子 對面 又沒擋到礦 這是一個小技巧 大家可以學起來 你可以把你們先藏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要提醒一下 今天如果你過來 看到沒有礦 記得先把人家 二礦後面的地方 去看一下這三個 不用啦 你就在那邊繼續巡邏 對不對 他過個什麼 兩三秒他就會自己出來了 不用那麼麻煩 我跟你講 他就會覺得 哎呀沒騙到他 喔又要泡了 天哪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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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不成功 再放一次 喔這個MC真的是來中分喔 看下這一場 欸不過我這張 我們來看他這盤怎麼修 看他怎麼修哪裡喔喔 好一點一根 他就修右邊左半這邊嗎 第二個還是 不會右是要賭右邊嗎 在形狀跟剛剛长葉模一樣 可是他旁邊真的在左邊啊 他看起來就是要 在左邊這邊賭 再賭 四個 欸唷 沒來 你 très 蛤 OF 喔rrr 有嗎 有嗎 我就說吧 牠會往右方 給我看來他應該是平常開車或騎車習慣右駕 就習慣開右邊 你知道嗎 牠的人身只有右轉 他沒有左轉 哦 這場Lex就選擇XD刺解 牠選擇XD刺來解 但這種XD刺 照RęSki 的說把XD刺對面對著下光炮 牠就會很難擋 因為你的光炮絕對比磁還要多 但他第一個光炮是搞笑的 他第二個光炮更沒輸出 他只有第二個跟第三個以後的光炮會有輸出 瑞士現在這個是沒辦法 這個沒辦法 沒有用 所以他覺得再去開戰地 哦!毒爆一波!可以 瑞士這判斷也很準 就是這時候下第一次已經來不及了 他這時候就是怎樣 讓你把光炮下好 然後呢 我狗跑去外面 然後我變毒爆才把你門口撞 因為這時候對面正常家裡也不會選擇下哨兵 而且對面還是先開礦的 這是自由之一的打法 所以他現在連BY都沒有 對 那其實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推論出 剛剛為什麼瑞士要放在兩邊 他因為 照瑞士的說法 你絕對補不贏光炮 可是 你一定會補光炮 所以瑞士就是用了兩根地 最後有取消 逼迫 再多補了兩個光炮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像 看起來比較像是 他一開始想要第一次解 然後就開始解不了 看來只能換招了 我們幫他講一下 讓他增加他的資金 我們說一個選手 我們要客觀來評價這個敵者 我們要再明解就是 上來 用刺手 欸好像不行欸 我們這樣講一講 他的評價會比較高一點 但我們一開始把事情 但是 MC這邊 有感覺啦 加速哨兵啦 防毒爆一波啦 而且這個建築學 幹的有點厚啊 很不愧是只有自已活到現在的玩家 經驗老道 欸 欸 欸 蛤 天啊 阿 阿 阿 你還是個勢力不好的朋友阿 我 我跟你講 以後那個 如果有在韓國當地的房仲的朋友 記得去賣MC床 他的那個房屋很危險 這邊 Rex應該覺得我幹嘛的毒爆 因為我 天啊 我就贏了 這邊MC床 我們恭喜Rex 4比2 率先聽吧 我覺得剛剛那個好 如果你早就知道下面有洞 你就直接大量狗灌進去 直接KO 不用變毒爆 剛剛狗灌進去不會贏 因為有兩個光爆 你還是要毒爆 可是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那個 走毒爆的話 你的時間應該更 可是 你那個是 看到的時候阿 就是 你那個視角來看 我們看都沒有動阿 嗯 但我只能說他建築權有夠雷 雷爆 有夠搓 有夠搓 最雷那種 好的喔 那目前4比2嘛 我們這邊稍作一下休息 待會繼續為各位帶回地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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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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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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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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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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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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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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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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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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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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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 9 8 6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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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看到REX16能扣裸霜是完全擋不到的 譬如說正常時間裸霜喔 這樣讀水晶炭是1.1都沒有 你這樣讀開場他能不能擋得到 好像有機會 但是水晶炭是已經擋不到的 我可以確定這件事情 這邊MC在操作一下正常面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單命開礦 兩邊目前都是一個比較正常的 大家看MC後面的科技線選手 看選手VR什麼 正常來說 神族的機械控制核心完成之後 大多第一隻都是教授 這個不會有感覺 通常 那MC這一邊的話其實在選擇上 我們已經看到他已經選過教室 選過嘴裡也選過稍微 我們下一個按DT怎麼樣 按主要我跟你講 不管他贏或輸 他都在我的心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個傳送門第一個單位 是用生產的不是用藥傳的喔 高階聖堂 你絕對會名流輕死 不論你打了什麼 然後用高階卡門口 一花叢叢過來用普攻 那我還不如放在農民那邊 你知道兩個效果是一樣的嗎 他們攻擊一下都是5滴 攻兵再快死來 可以丟個水晶塔把外面擋死喔 高階不行 高階還不行 高階只能眼睜睜看著他死亡 帶著大量的能力 用能風暴不可能 好這邊MC是一個加速兩教室 的一個開局 後面是JVS喔 心技之門 不錯 看來又是一個教室前壓轉追 叫你那個先知 起張讀你走這個開局也不是特別推薦 因為太遠了 這些東西都是在 要很小的地圖才會很有威力的 這種很大的地圖 其實重組守這兩個教室啊 這種第一個出現之期 都比較好守 其實他沒感覺到 他可能晚一點感覺到 他就有辦法即時做出應用 但是他這兩個教室有長喔 Race沒看到喔 好兩個教室飄進去 任教室了狗 非常尷尬 而且工兵刷下去喔 包包包包包 等等等等 包他包他 有狗數好了 有狗數了 不好了 而且Rex這邊好像還沒有死 我們還是有一隻教室已經殘血了 這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型 我跟你講運氣不錯 這樣弩夠遠 如果是找個什麼10秒到 那我看是敵路好走 因為這邊感覺Rex剛剛其實是非常有機會被塗掉 大概10秒到4 但是Rex這邊只用4隻狗 就撐住了鋼 這怎麼極限超級 這還有一個教室 那這教室就沒什麼用 好先制過來 主要是這先制過來 你到三礦沒什麼用 你看左礦有個防空 二礦有兩個女王 這沒什麼用 三礦連攻兵都沒有 對啊 三礦你就軟 不要第一時間出來攻兵 那出來攻兵趕快就變建築 如果解決問題 那幹嘛 這個 喔沒有 這個是那個 過來等你的攻兵處 我想說他剛好還反笑是漏頭 又是士兵 然後VC再VR 為什麼他都要先VC再VR 他也不打差一波 他怎麼 他如果要打像他之前那幾盤的就是 那麼慢的不喜歡一波 先VR再VC 效果就更好 而且 速度會一樣 長的會一樣 跟你打的time也會一樣 你不會吃虧到任何東西 為什麼不先VR再VC 他這樣打是那種 上來要追閃電速度 或是要追X的速度 才會去 先去下VC 不然的話沒有人願意過去先下VC 這個其實真的進攻時間來 哇 他這樣就是到底哪裡來的 不過這就是飄到惡礦去之後 拿到什麼 不過這兩個先知 主礦 這雙線可以 打得不錯 彰顯功力 這邊有五隻的擊殺喔 這個五隻就有感覺了 還行啦 還行啦 那時候把氣補起來 17 要白球 你看這個 這個時間點合這個白球 你看這人力在家裡 一般來說應該應該 如果你是VR 你就在前線 欸你這個時候 你已經到他的三礦了 差很多耶 我不覺得他 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 他的特別的效果 但我看不出他的效果是什麼 他升到你看不穿 他升到我看不穿 好Race這盤 蟑螂 看能不能先把位置卡好 好不要給兩個白球投下來 女王 反應 反應 欸欸 卡自己啊 工兵 兩隻 往下 一次 好下一個飛龍塔 這隻現在比較主流的打法 就是蟑螂開 然後後面下一個飛龍塔 然後 飛龍 出不出飛龍不一定 但是他至少會用一個飛龍塔 讓你強迫你需要去暴兵 對 而且其實也是給自己留一個後路 就是如果對方真的死都不補VS 那正面的部隊被你守下來的 你包一波非常壓力 他也會非常大 對 就可以騷擾他 對方 現在Race就要注意MC什麼時候打一波 因為MC是沒有BF的 所以他一定是打一波 但是什麼時候打不知道 應該是這四個必定好的時候會打 所以大概還要再過個 50秒 看這50秒那Race能不能成功的真 看能不能成功的就是把飛龍做出來 但是張圖有個好處啊 夠遠 夠遠的好處就是 他走過來就要死街了 Rex這邊在地圖正中間 是有放一隻 蟑螂 有放蟑螂 這樣被養得太多輕 哇 不要死 這邊火炸啊 Rex 有感覺了 對 Rex這邊開始暴兵了 好 旁邊側邊的尖床從飛到了MC的三礦 這MC這567是看給他看的吧 應該是看給他看的 好 一波來了 一波來了 Rex現在只要一直按蟑螂 Rex有一攻 應該是有決定 MG這個就是 沒有科技的 傻爆 他這個流程就是沒科技的傻爆 完全是靠兵量壓制喔 他要靠兵多來打 他這邊有四個不血 我跟你講有機會大力出襲擊 他有六隻的少衛 那大量的狂戰士是衝鋒的狂戰士喔 火炸起來 喔這個不想動的火 衝鋒這個陣型很好喔 但是神徒立場也放了 哇 這一個斜線立場真的是切的 蠻有水準的 可以啊 這邊 這邊 月底的劫鬼獸死了非常多喔 這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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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打MC這一招 不能 就是 就是 你不能 你不能來守這四框 因為其實他也是不要四框的給你打的 所以 他也是不要命的給你打的 所以其實你上去 守三框這個高台一定守得很 但你守四框 看起來是守不住 因為剛剛我覺得瑞斯的陣型也看得很好 對 而且神徒這一個是沒有BF的 所以其實你把三框守住了 你的蟑螂等到二攻的時候 不然你總是擺三框還是BF 所以我也是 那這邊瑞斯就是因為直接應手了一個四框 被MC切了一百立場 我之後呢 直接頂上三框 那瑞斯這邊接兵就 要補上哪 我只能說 MC這個一波 senia很神奇 大力出奇 大力出奇 八分鐘大力出奇 強幹那種開示狂的 我的天 這邊恭喜MC又搬回一城 現在4比3 人是瑞斯 金牌 搞緊啊瑞斯還有兩個三目點 你會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瑞斯 會不會在下一場直接賭一個 看瑞斯覺得對面是一波狗 他想的就是防對面 選個大圖來防 對選個大圖來防 但如果說 打中一波 為什麼不選雷鳥 是不是雷鳥被ban掉了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他 打一打去 現在都已經是第二輪 他們能ban圖嗎 感覺可以啊 是這樣嗎 呵呵 因為在開始的時候MC有講過一句 他說 他說反正能打的就那幾張為什麼 他說全部就十張 他說全部就九張 然後就台灣玩家先選 為什麼 沒什麼差的啦 都要打到 這邊 打到目前為止 四比三喔 其實瑞斯的表現 我們看起來也是 當然他其中有一些 不過我相信在得分上 還蠻意外的啦 不會啊 對我們瑞斯這麼有實力 我跟你講我早就已經有感覺了 是覺得我們今天光把名字遮掉 那我看戰隊Rex這邊就已經大有 對啊戰隊就贏了對不對 考驗一下 Root裡面是不是都有一些 比較奇怪怪的 Root裡面有 我相信還有誰 以前有Hero Hero離隊了 現在有個Park 還有誰 我還真不知道Root有誰 我來看一下 這隊 出現很久了 但是 沒有很強 Root很久 這戰隊真的超級久 對戰隊有 No Regret Supernova 還有MC 就應該讓Supernova來打MC 我們來打Rex 我們來打Rex 比分的時候就已經早上了 我們現在來到Rex 對上MC的第八回 Rex是以4比3 先MC 第八張地圖來到的是 位置 在地圖上方藍色的 神族選手 是Root MC 然後MC這一盤 看起來是一個兵銀看 但不知道會不會正常 地圖右下方 紅色的 衝足選手 GNL Green Wind戰隊 的Rex 16人夠的雙 然後MZ盤 又不偵查了 而且MC這種 既然你要不偵查 你其實可以先棄在兵銀 因為你先棄在兵銀 到時會多一百氣 你會平白無故 就是你的資源什麼 都不會減少的收入 情況下你會多一百氣 就是你的流程不亂的情況 對 你完全不會卡到任何東西 那你會多一百氣 所以 MC今天他這樣打 他這樣不偵查 他就直接掀棄在 兵銀四位是最好的 你要偷就偷到底嘛 偷偷一半來幹嘛 反正十二地圖都是 對 因為你到時候 多的那個金礦 你頂多就是再多塞一顆水晶 而且那時候你有那個金礦都沒有用 因為那時候你剛好是科技 對 沒錯 MC的強度大概在 現在 上一屆GS32強 然後 他人生的巔峰 大概就是 現在的 現在的誰啊 現在的States 反正就是很恐怖 反正就是那種出來比賽 就是冠軍期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 自由之一 跟現在有一個蠻大的差別 因為自由之一那個時候 真的很吃基本功 沒有 沒有 那時候 那個時候搶的 那個時候搶的 就真的一打出去 你就覺得這個人好像 不太會輸的感覺 感覺也還好 感覺只是現在選手比較少 所以競爭那一間激烈 才會看得到 但我覺得 基本功德的還是都 每個實在都很重要 每個實在都很重要 不過嚴格說起來 我真的覺得自由之一 那個是 要求 那個操作跟手術量 跟現在 那好吧 現在的冰桶要空的比以前多呢 所以我說現在比較 比較 比較難啊 對啊現在會比較難 以前的要求比較 比較 後來為什麼以前的世界冠軍的 贏的 現在回來打了 都打不動 以前那個人類不能加速的醫療體 多線空手都是慢慢 你應該就希望把坦克支架緩回去 好嗎 這樣應該要有人就升級一下那東西 好這邊兩個教室進來 但瑞士狗先爆了 那應該是不會飄了 對 這邊已經大量的異化褲在等 我這排MT都會換個流程了 先鳳凰再做 先鳳凰再選擇 他這流程目前打到現在 都是我看得懂的一排 他這盤 士氣不知道後面要幹嘛 好 我這個兵你看一下 VRVC的下跌個VSO 他還是恢復到VCR 他還是恢復到VCR 自己再出下一隻教室 他現在感覺像是雙VS嗎 但他現在爆氣了耶大哥 做事啊 第二個先知 你不像VR嗎 我還沒有看到他的科技 你什麼都不下嗎 你爆氣了耶大哥 爆氣 你的氣 爆炸啦 VRVR 下了下了 他VC耶 好下了 好慢 他這個是一個超慢的頭白球 他完全就是晚了100W才放 他前面是出了一個鳳凰兩個先知 然後再出頭白球 然後再出頭白球 感覺這幾場裡面 Rex其實只要穩穩打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 不會啊 上一盤穩穩打不就中了嗎 上一盤不就中了嗎 其實我覺得啦 主要是MZ的這一波 Rex有沒有想到 跟他有沒有守過 如果他沒守過 我感覺他應該是倒霉 但是如果只要像是第一 像是有一盤也在這盤放那不朽一波 就是很常見的不朽一波 而且流程都是 固定好的那種不朽一波 Rex已經守過很多次了 那我覺得Rex要擋霉都是沒有 但如果是那種比較圖 臨時的 像剛剛MZ那種 什麼科技都不跳 然後憋很久才打得那種一波 那可能Rex就會倒霉 那可能Rex就會倒霉 還行 對還行 對雙方來說都是 因為先知沒有掉 那Rex這邊來講 三隻是 那這都是下大小弄啊 對鬧不太好 然後Rex現在不會有武器 然後Rex後面要幹嘛 然後MC 你看他現在終於合了第一個白球感動 5分45秒鐘 5分45秒鐘 喔這盤MC要打贏了 要別人 終於是一場 第一盤 真的是要兩邊敞開來好好打的局面 感動 就是比較一個我們在大比賽上可以長 對對對 我們終於就看到一個正 看到一盤正常的流程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MC走現在 走現在比較常見的流程 他應該會長得怎麼樣 我們這邊當然先撇開 他不偵查沒有先挖 然後再加上他那個VRVC天腕 那個先撇開不講 我們來看一下他會打什麼樣子 一滑一就好了 一滑一就好了 好這邊Rex龍塔下去 目前兩邊都進入一個一定的節奏 然後Rex主後這邊有一個 少一隻龍鞋彩 等一下還沒 Rex這邊要硬搖 要逼你放立場 這個我就是稍微鬧一下就好而已 不會做到什麼事情 這邊MC這邊真的 真的不知道在幹什麼 那個稍微沒有放合力 什麼樣子 然後這邊兩個白蛇出來 青蟲胎 全隻掛後面 目前都還是在 正常範圍內 還目前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情況 這邊 一滑頭罩怪 不過有電池的情況底下 這應該算很難 感覺MC還是要打一波 他應該一攻好的都會打一波 好 好 飛龍拿好 應該按個六條飛龍 應該是按個六條飛龍 沒什麼意外的話 按啊 按啊 不然你再不按 沒機會按 人家一波要出來 哇 這邊 先幾乎點掉一隻後蟲 再來兩顆白蛇想要再撿 還在操作再站鐵 九條飛龍 喔九隻 他好像是有多少瓦斯就按 對他就直接按滿 然後MC這邊還不出門 MC這邊真的是要等一攻 他等一攻好再打 那等一下會發生 可能會發生一個畫面 就是 Race飛龍進MC家 然後MC什麼都沒反應 然後 Race在那邊就被MC打穿了 只怕這個畫面 因為你看Race是沒有火蟑螂的 因為 因為他不知道對面要打一波 但其實對面已經是準備要出來了 你看他已經 冰刷到爆炸了 然後看MC 喔MC真的拿到沒有了 那MC應該推了 那Race要趕快補火蟑螂 再補火蟑螂 再補火蟑螂 我跟你講就來不及了 對 這邊 欸人家有 白球 喔抓人進 先抓人進 可以 欸欸 等一下送啊 抓了就去對面家 因為你只要去對面家 對面家要補電池 就要補光炮 MC把部隊龍回拉了 太好了 那這樣子Race的火蟑螂就拖出來了 MC 現在有點劣勢 他只能 等閃追好再打一波 然後現在就是Race的強勢騎龍 其實我覺得Race可以 就是把一些蟑螂 但是看起來他不像 他不像是想要撒爆飛龍 然後看起來還是想要轉地面 那他就要趕快去下 不管是橄欄蟲槽 或者是下橄欄蟲槽 或是下刺蛇蟲槽 這種就是 等一下來轉個什麼 雙噴啊 或是白臉蟲槽 那如果橄欄爆這個組合 等一下MC二攻一號 我會擠切 對 他這組合只是過度 哇 你躺著火走過來 快跑快跑 你要立場x2 那兩個你可以 小事小事 喔 這邊下面的分兵有點少 好 反正被吃兩個白球 可以可以可以 結果有時候被他一起來打 像Race的經濟絕對是 足夠他爆兵 喔喔喔這邊一個爆甲 你慢慢沒打好而已 欸你不要衝這個血窩口吧 危險欸 欸 變火招了變很多的火招 他在把氣群壓著火招了 他快嚇死了 對 Eric現在兩千多的金礦喔 有問題啦 MC現在是 開試礦打 他沒有要真的打死你啊 他只是 跟你晃一下而已 欸欸白衣 哇 這個又走的太出去了 就被隔了三個火招而已 哇有有有 回來有 這有個不好消息啊 MC的二攻跟閃追又好啦 等一下只要進入到兩百的節奏 Race是打不過MC的 Race的速度質量太低了 他只有蟑螂跟火招 他沒有去轉型 他擺身什麼都轉太慢了 Race分了一波蟑螂出去想拆四光 再四光那三個光炮加一個電池啊 而且你正面擋不擋得住啊 逮樓 哇 後面再續一些蟑螂出來 農民拉一下農民拉一下農民拉一下 Race那邊的雙線部隊也到了MC 哇這兩個限制現在速度爆炸了 滾天 啊這兩隻限制在外面 藏了那麼久喔 在關鍵時刻重新來 因為你在這隻老狐狸 外面有一團蟑螂在打麻將 快回來啦 剛剛MC有刷一輪狂戰了 協助防守 欸 正面感覺 守住是守住了 但是 沒什麼用啊 而且看起來還是守住了 還有能力 要試況 而且MC的試況開起來 但是 而且重點是現在有個 科技叫閃追喔 他現在刷一台追下來就好了 看來他不選擇 他要選擇擺出來 可是這 Race這盤的那個喔 他的 第二個 他的第三個科技線轉太慢了 他那個章王飛龍他太緊張了 他一直覺得對面要幹他 他一直覺得對面要幹他 而且對面 就跟你慢慢打而已喔 對 然後MC那邊是發現了有機會喔 就直接把部隊都刷在前面 然後並行 看這邊 縱死 MC把部隊撤回去了 其實Rex 真的沒有意思 這框被打掉 然後又損失一大堆功命的情況底下喔 目前 是車手弟弟的掌握了這一場的優勢 而且依照Rex 他現在這個配兵 他完全沒有任何反大 沒有用喔 他這個質量只會越打越低而已 他竟然現在把能管到200 我跟你講 他都打不過MC的130 MC的130 是很高的130 那個人進這兩隻不休者 還是要轉衝動白身了 那現在大家會有個問題 他這個三公一口 就在你白身的小童 引發出來就是瞬秒 而且他這個人口 他這個人口 都是虛況的人口 還差 對面的高質量人口 差這麼多 這等於說他的部隊根本就沒緊 對 而且當MC這邊 一旦被你開衝動 丟白身之後 他正面頂上給你 這邊白身要從正面守囉 這沒什麼機會啦 這個質量越打越快 對 Rex這邊開出蟲洞 這現在其實沒有足夠的兵力可以分出去 哇 反而是NCC這邊到Rex 這足夠刷了一輪的狂戰士啊 這個沒機會 這已經是上位 所以要撲開啦 大量的一個不朽白球 直接從三框樹頂進來 Rex最後直接打出了運球 我們這邊恭喜MC 要有斑平的比數 雙方 我覺得Rex打到在飛龍出來那邊 都還打得很 都是打得還不錯 但是他到飛龍出來之後 他截了人靜吧 其實那時候神族已經沒有 推他一波的就是本事了 那時候他就要趕快去下第三個科技建築 不管你是下刺蛇沖巢 或是下的是鋼岸沖巢 不管你要走百姓 走刺蛇 走什麼其他東西 但你就是不能直爆 少爆火葬 他就一直沒在轉型 所以才會導致今天 就是打到這個畫面 明明第一波看起來是玩手 但是 沒有什麼轉 因為其實對面也沒把兵送 他只是晚點再來幹你的 然後你的部隊質量就越打越低 這邊真的 Rex他真的就是急著把所有的兵 還有那個都把他按滿 然後盡可能便捷尾巢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導致於自己的科技真的轉慢 那其實對於充足來講 你要轉兵 你就是放一個科技建築 在你已經有四 那時候是三礦營運嗎 在你有三礦營運的情況底下 那他四礦下去 有下去有開始 他沒有四礦下去啦 有下去 那你算是四礦營運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的話 其實放一個科技建築 不會贏 對 其實一定是可以的喔 這有可能是景 因為畢竟 對手是M 就會 縱使他前面打成這個樣子 他還是 就是 真是有四礦營運 那我們現在接著就要來看一下 Rex對上最後一回合 我們現在正式來到了 今天比賽的最後一回合啦 地圖來到的是雷鳥 在地圖右下方藍色 在地圖右下方藍色的蟲珠選手是 Root戰 MZ 在地圖左上方 這個蟲珠選手是 GIN REP 九張圖放出這張圖 那看來可能真的是BAN圖 然後這張圖放出來我覺得 如果是以神珠槍打一波角度來講 我覺得可能是比較好 這張圖的三礦首先是免費送 但神珠現在跟蟲珠為首大後期又不好打 所以 這張圖的話 就是 我覺得現在PBD是蟲珠好打很多 因為神珠現在不會有人願意去跟蟲珠直接憋大後期 因為憋的不會有 對 現在其實蟲珠後期的魔法兵種 真的是 主要神珠有個東西解決不了 那東西就感染 一個兩人口可以直接去獲得你一個高質量的單位 那東西太恐怖了 那東西可以把我的浩姆全堵了你感性 那也是人類戰巡的一個場 超大課 真的 那東西就是很課 另外兩個種 高質量的單位 對就是很課那種高質量的單位 對 就來看一下這個最後一場 雙方選擇 這盤兩邊都很穩 MC也是個兵贏偵查 然後瑞士這邊也是個正常的裸 其實瑞士這盤 這次這個翻戰每一場都是打的差不多的東西 都是一個很穩 然後上來蟑螂開這樣 對 只是選在小的地圖會15人摳螺 然後其他的地方 然後有打過蟑螂一波這樣子 這場MC選擇VS喔 幾隻門 看他覺得打瑞士 用VS擺視不爽 欸這小伙子 只有一點會打VS 可以給你擋光砲 那看來整天用VS來撐牌 尤其是光 剛剛MC只要用VS的盤都贏 只要放光砲盤都輸 然後打VS也不會掛 飄飄飄 然後第一個出鳳狗 其實我覺得這次Rex一盤一波都沒打 覺得他沒有打到什麼毒爆一波 爆爆爆還挺可惜的 其實我覺得放一盤 MC感覺就很嚴重 因為他其實都是 真的把對面都當好人在打 你知道嗎 應該說這種感覺像在打練習的感覺 因為練習一般來講 除非 你們是講好說我們是打個 不然一般大家大戰都是穩穩打 就好好的練習 喔瑞士換招了一攻狗 少量的異化蟲出去喔 然後 不知道這版Rex有沒有用 嘎姐很喜歡用的一攻狗 然後爆女王 然後大概五十龍左右 下蟲洞打一個蟲洞女王狗 那還是挺強的 如果對面沒真塔到 或是沒守過的話 還是很有利 就可以注意瑞士有沒有下氣喔 如果他一直是 喔 輸惡本 因為一攻狗的惡本通常不會這麼快 因為一攻狗是一個很吃經濟的開局 他通常會是農藥 他會是一個比較偏經濟型的開局 所以他的農藥比較多 那如果你那麼去追惡本的話 你會導致你的經濟很差 那你這麼快惡本 只有一個道理 就是你要下成功 好 開爆狗了 要打個鍋了 瑞士 給你當了四盤的好人 所以反正要來教訓他 那這邊的話 MC這場感覺後面也是 借一個頭球 MC是一個V 兩命一刷了那麼多教室 兩命一刷了六個教室 天啊 但現在這沒有用 他現在過來就送了 對 二千八 哇 這邊Rex 哇 這個大量的後蟲 讓你的先制沒有辦法靠進來救教室啊 這個六隻教室全送 全送虧爆 好 瑞士等一下那個重動 然後我跟你講 上來估計要動死 如果 沒有第一時間守住的話 我看MC這個流程 這個 神奇的流程應該是守不住洞 下山 他現在還在街上 他現在在告訴 恩 對面我要打雲運工 那其實重動已經下去了 然後已經 對 然後在地圖正下方 你可以看到MC主框那邊有一個東西 巧巧的飄過去了 好啦 凍死了啦 我跟你講 我已經 看到未來了 這不肯守住 太晚了 喔 丟下去了 蟲洞下去了 這邊是不是Rex要拿下勝利了呢 Rex這一波 力大無窮 對 而且MC的角度是看不到這個蟲洞的喔 哇 瞎了瞎了 哇 蟲洞開出來了 哇 大量的後衝爬出來 這邊冒出了大量的一公狗 以及後衝這邊感覺MC這套爆開啦 主要是有個問題是什麼 如果這個狗是沒攻防的 那還好說 你畢竟有兩個白熊 搞不好就給你創造奇跡 雖然就算沒有攻防 我可能覺得也掛了 但是 今天它的狗是有一公的 我跟你講 來什麼殺什麼 而且它還有女王 可以各種奶奶 女王也可以點那個人禁 讓你的人禁沒辦法很好操作 啊 這邊Rex要開湖了嗎 在淨土的比賽裡面 MC的部隊已經死了差不多 主要我們全部死光 這個生日把狗人都被點掉 哇 這個現在一隻鳳凰 他一隻不朽 你很想操作什麼 超多的狗 一個衝動別砸在VR旁邊 這個 最後MC打出了 JJ 我們恭喜Rex 演了四盤的好人 最後告訴你 他是個老狐狸 對啊 他演了四盤喔 最後就是要告訴你說 哥哥是會打筆 我們這邊恭喜Rex 5比4擊敗了MC 也成為了星圖的比賽裡面 第一個 開湖 贏得邀請選手的一個 團的選手 這邊 我們今天的一個比賽喔 那大致上到這邊會告一個段落 這邊當然還是非常恭喜Rex 再一次恭喜Rex 所以呢 他一定要當第一場 他才會開湖嗎 喔 你是說第一分量的嗎 他的名字不叫Rex嗎 Rex嗎 所以難怪 大家都叫Rex 因為E後面就X 就停掉了 好的 那在這邊 節目的最後 我們這邊還是要推廣一下 我們這個木製賽的活動 大家在畫面上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新的一個推廣頁面喔 那這邊有非常多的一個贊助專案 我們星圖這個活動呢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們要推廣 台灣的一個 星海 那贊助要目前還活躍在 戰場上的選手們 所以在右側可以看到相當多的一些專案喔 各位觀眾你們盡可能 再可以支付一個範圍面來就好 大家力所能集喔 一塊錢不嫌少 對沒有錯 我們這邊的選手其實非常非常的可憐 不像那些國外的會有一些戰隊去贊助 那些什麼 我們這邊也 老的老 老的老 殘的殘 老的老殘的殘 還有一個 還有在半蹲的 對不對 你看我們在賽區孤立無援 沒什麼 要錢沒錢 要人才沒人才 就是出去兩個人 一個三十二強一個四十八強 你看哪一個地方的選手打一打 因為生活不夠還要來轉播比賽 就只有我們 錢 OK啦 好那今天還是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今天觀看人數飆得非常高 再來我們要預告一下 我們這邊預告一下我們下次星途的比賽 我們下禮拜是休息的 所以我們下一次的一個星途 在六月十二號 六月十二號的一樣是晚上 大家記得繼續準時收看 那目前的話我這邊還不知道說下一次邀請 請大家 台灣那邊 台灣的那個人選可不可以說AZ 沒有 我還要請 觀眾繼續的follow我們的粉絲 跟我們的poach 這邊有第一手消息 隨時會在裡面發出來 那相信 而且一直到目前以來 相信 我們這邊請出來的台灣選手 跟我們邀請進來國外選手 打的比賽 大家應該看了都不會覺得多是他 一看就啊 沒什麼好看 沒什麼好看 還請來了對不對 對2比0馬路的越南仇王 我們還請到兩屆 豹得加牛華冠軍SOS 我們今天連那個 我們今天連那個 這個 骨墳裡面都會躺在土地 我們都把他挖出來 MC都把他請完了 對對下一週 對 沒有下一週我們休息 下下週 下一輪 對我們還可以行到什麼 很有畫力線 對不對 你知道你剛剛講那個也很好玩 有時候把他從墳墓裡挖起來 而且那個 這個就是祕土了好不好 那個 自一時代的人 我們都把他挖起來憋了 邊玩再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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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了 OK啊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喔 比賽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電視主播 OSYRES OSYRES 好我們大家下次再見囉 大家晚安 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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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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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